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几张长椅上挤满了为了节省住宿费而露宿街头的人 现场的情况让人触目惊心 29岁来自河北保定的郑某感叹 两年前他还在北京的半导体设备工厂 拿着6500元的工资 如今却住在20元的宿舍里 每天凌晨不得不走上街头找活 最近他在这里看到越来越多 比自己更加年轻的人 北京马居巧只是中国经济现状的一个缩影 消费乏力无法消化过剩产能 从钢铁到大豆等中国大宗商品库存激增 价格暴跌 近期各类经济数据都指向同一件事 中国经济正严重衰退 中国不断攀升的青年失业率 催生出一个新世代阶级 烂尾阀 这个网络流行语形容许多中国青年人找不到工作 人生就像烂尾楼一样被迫停摆 一些人被迫接受低薪工作 另一些人面临长期失业的困境 路透社报道 目前中国有超过2亿人口从事零工经济 马居巧是华北最大的人才市场 由于职场降级现象的连锁反应 低学历外地出身的中国青年纷纷涌向这里 路边奶奶们卖的两元的线手套 每双10元的工作鞋的主要顾客就是新来的年轻人 每天凌晨4点到6点不断有面包车和公交车来接走大林工 基本上晚上8点下班 日薪一般为160元 但快递装卸工等体力活会给200元以上 为了赚160块钱 青年们则要付出16个小时 中国今年就业难的情况 很难用官方的统计来衡量 去年6月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21.3%后 北京停止了统计 后来从去年12月开始公布 除去在校生以外的失业率 但今年夏天的大学毕业生达到历史最高值的1179万人 三年来因新冠等疫情积累的失业者涌入就业市场后 新的统计中青年失业率也飙升到了7月份的17.1% 考虑到50%的临时工年龄在25岁以下 实际情况要比官方公布的惨烈得多 有分析指出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 中共一直通过经济增长改善雇佣 来掩盖民众对政治的不满 但现在已经遇到了瓶颈 哭声在金字塔的最底部和顶部传播的尤其大 最近记者在北京见到 名牌大学出身的四名零零后就直言 小皇帝们长大后成了匹夫 就是说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黄金时期的一去不返 接受高水平的教育的他们 最终却迎来了垃圾时代 他们用了五个新词 概括了如今中国青年人的现实 在学校里像八爪鱼一样 同时准备考工 读硕 申请私营企业工作等 却毕业及失业沦为烂尾娃 当上全身儿女后依然试图寻找机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变成了躺平族 韩媒的文章指出 由于中共国的特殊性 大部分的青年人依靠父母长辈不会挨饿 最重要的是中共网络控制和街道各处的AI摄像头 形成了全景监狱 零零后在成长期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 加上2022年不了了之的白纸革命 目前突破监控网对抗中共当局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随着情况的继续恶化 必然会出现临界点 另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煤炭库存从21年末的不到9000万吨 升至今年6月底前所未有的6.35亿吨 7月份路上原油库存飙升至10个月高点 超过10亿桶 房地产拖累建筑行业的需求 中国钢铁行业陷入危机 铁矿石的港口库存已飙升至今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旧脸豆魄库存也升至2016年以来最高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需求不足 6月份中国铜出口量猛增187% 创历史新高 柴油和氧化铝出口都达到两年来最高水平 中国经济的坠落正反映在各种数据中 近期的经济数据反映出中国经济严重的衰退迹象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指出 原油煤炭钢铁是过去反映中国经济投资的重要指标 现在表现非常微弱 台湾南华大学松果祥副教授指出 北京的产业政策高度依赖出口 提供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 鼓励制造业扩大产能 同时忽视了内需的培育 这种模式在全球需求变化和贸易环境恶化时显得脆弱 一旦外需疲软内需不足的问题便显现出来 如果再不做出调整 经济增长率会进一步放缓 社会不平等会加剧 进而引发社会不满 增加社会稳定风险 黄大卫直言 中国经济是外向型经济 过去能快速发展 是依赖欧美两个大市场 眼下北京不仅需要改变经济政策 还要改变外交政策 如果这方面不改变 对中国出口产业来说 打击是致命的 为了让油管酸吧 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亲自指挥部署的 北京证券交易所 北交所惨不忍睹 北证五十单日成交量 从高峰一路崩跌至 九月六日只剩23.6亿人民币 萎缩超过了九成 指数几乎腰斩 在流动性枯竭及经济每况愈下的背景下 大股东开始通过巨额交易 匆忙转让持股 最高折价三成 引爆中国股民怒斥 中国股市外资撤离之际 大股东还见价砸盘 人神共愤 随着对未来中国经济失去信心 中国股市最后的大多头之一 也已经投降 华尔街巨头摩根大通首席新兴市场股票策略师 刚刚将中国评级下调 据陆媒报道 2024年以来 共107家北交所挂牌企业发生了407次巨额交易 相较于巨额交易当日收盘价的平均折价率13.34% 9月以来自有80只各股折价进行巨额交易 折价幅度从10%到30%不等 其中步伐北交所明星上市公司 引起市场关注 一位负责北交所的投资银行人士认为 北交所巨额交易的折价背后 涉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急需资金 北正50指数当日的日均成交额 目前只有20多亿人民币 若有资金需求 大股东只能选择便宜卖股 二是接手的投资资金 若是谈妥大幅折价的巨额交易 手中的股票也许能在二级市场卖出 从中赚取差价 第三个原因是 原始股东出于现实考虑 折价找人接手套现资金 在总体经济低迷下 梳理北交所上市企业发布的半年报 57%的公司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负值 交易情绪更为低迷 9月6日北正50指数收盘 619.17点 与2022年6月的峰值 1167.12点相比 跌幅达46.9% 对于大股东通过巨额交易 折价卖股行为 中国股民怒斥 中国股市从5月底以来持续调整 都是杂盘资金所为 除了外资 还有吃里扒外的各路内资 这种见价杂盘的行为 加剧了恶性循环 截至目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股市几乎可以用灾难来形容 就连中国股市最后的多头之一摩根大通最新也放弃了抵抗 剔除了中国新兴市场ETF所囊括的资产 事实上 这也是摩根大通不再看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原因之一 摩根大通分析认为 鉴于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国内政策 很难对中国股票进行建模 潜在的关税战2.0 即美国前总统川普提议 将中国产品的关税从20%提高到60% 可能会使中国GDP增长下降两个百分点 这还未考虑中共不可避免会采取的反制措施 摩根大通对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三个避险时期进行了研究 发现每个时期都导致跟踪中国概念股票表现的MSCI中国指数出现复回报 此外还有乏力的经济增长 以及被摩根大通称为不尽人意的当局政策分析 分析师们指出 北京决策者没有表现出再下半年进行重大政策转变的紧迫感 华尔街日报指出 目前对于关注中国的人来说 上述分析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分析师对于投资者的建议 他们表示 为了对中国市场保持忠信 投资者应该从投资组合中剔除建设银行 提姆所有者拼多多和软件制造商金碟国际 并将资金用于增持其主要超配的市场 包括印度 墨西哥 沙特 巴西和印尼 值得注意的是 摩根大通这次降级与全球企业减少中国股票 暴险的趋势是一致的 稍早前 瑞银与野村等机构已经调整了对中国股票的评级 瑞银财富管理近日表示 已将中国股票的评级由最优先下调至中性 理由是中国经济疲软 加上地缘政治风险增加 8月底 野村野发表报告调低MSCI中国指数平息 由增持降至中性 在摩根大通首席亚洲和中国股票策略师刘明迪 撰写的另一份报告中将MSCI中国指数24年底的 极限目标从66下调至60 将沪深300指数预测由3900点降至3500点 近日俄乌战事有如双方参考了孙子兵法一般 频频展现出了巧妙的战术 乌克兰军队先是使用了声东机析 而俄罗斯军队则已调护离山印队 战局扑朔迷离 双方正在进行一场智慧较量 乌克兰军方9月6日宣布成功夺回了乌东村镇纽约的部分区域 这是乌军近几个月以来东部战线首次传出捷报 就在一天前的9月5日 正在海深外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被问到 是否准备与乌克兰和谈时 普京表示我们从未拒绝这么做 而就在乌军攻入俄罗斯境内后 莫斯科还声称拒绝一切和谈 分析指出普京的突然转向也暗示了 目前的战局对俄罗斯愈发不利 乌军于8月6日发动了库尔斯克攻势震惊全球 此前乌军在顿巴斯地区与俄军激烈交战 集结了第47机械化绿 第3亚索突击旅等主力部队 正当俄军的下级攻势不断发展时 乌军突然转向库尔斯克 导致俄军措手不及 更值得注意的是 乌军这次行动似乎不仅是一个阳攻 乌军正在利用多次声东击西来迷惑俄军 俄军被迫从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调来援军 以应对库尔斯克的危机 然而乌军随后又释放信息 暗示将在南线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反攻 这让人不禁猜测 库尔斯克是否只是乌军全盘计划中的一步 近期乌军还进行了神秘的部队调动 包括撤出红军城方向的王牌部队 第47机械化绿 这些举动都让外界对乌军的下一步充满猜想 更让俄军坠坠不安 不过面对乌军的声东击西 俄军则采取了不动如山的反制策略 无论乌军如何调动 俄军依然锁定红军城方向 坚持推进夏季攻势 俄军认为乌军试图迫使其撤退 以瓦解顿巴斯方向的战斗力 从而分散俄军的兵力 因此俄军必须专注于红军城的攻势 一旦在红军城方向取得突破 就可以确保握有主动权 目前双方仍在斗智斗勇 但结果难以预料 9月6日 乌克兰军方宣布成功夺回乌冬村镇纽约的部分区域 法新社报道 正在该区域奋战的乌军部队亚素旅6日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贴文 多亏了战士们的高昂士气 勇气与专誉 亚素旅得以稳定局势 重新夺回了纽约部分控制权 纽约的战前人口约为1万人 俄军于8月下旬攻占了这座村镇时 宣称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后勤枢纽 至于位于纽约北方的拖列资克镇 战况依然激烈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斯尔斯基禁止接受美媒专访 首次公开谈论乌克兰军队近期在俄罗斯 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 他强调 这一行动成功破坏了俄罗斯计划中的新议论攻势 并透露了乌军战略的关键目标 斯尔斯基表示 乌克兰军队突袭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 成功破坏了俄军的进攻计划 迫使俄军将部分精锐部队从其他前线调走 尽管在库尔斯克的行动取得进展 斯尔斯基也强调 乌克兰在乌东波克罗夫斯克的防御战同样关键 波克罗夫斯克已成为俄罗斯军队重点攻击的目标 但乌军成功抵挡了多次攻势 用他的话说 在过去的六天里 敌人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没有推进一米 这句话充分展示了乌军的防守坚韧 证明其防御策略在该地区卓有成效 不过斯尔斯基坦言乌克兰军队面临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 尤其是新编的训令时间有限 影响了部队的作战准备 斯尔斯基呼吁西方盟友继续提供军事援助 他最后强调 团结起来我们会更强大 我们一起可以赢得这场战争 9月5日 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出人意料地对联邦税务指控认罪 亨特称这是为了避免家人 在几个月前因自己在枪支案被定罪后 再经历一次痛苦而尴尬的刑事审判 接下来亨特或将面临牢狱之灾 亨特·拜登决定 在没有与检察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对轻罪和重罪指控认罪 而就在几个小时前 挑选陪审团的工作本应开始 他在此案中被控未能缴纳 至少140万美元的税款 亨特·拜登在认罪后 通过电子邮件发表声明称 我不会让我的家人遭受更多的痛苦 更多的隐私侵犯和不必要的尴尬 多年来我让他们经受了这么多 但这一次我可以放过他们 所以我决定认罪 尽管拜登总统决定退出 2024年总统大选淡化了税务案的潜在政治影响 但是人们预计如果开庭审判 将会给总统在其50年政治生涯的最后几个月 带来沉重的情感打击 9月5日在洛杉矶的联邦法院 当法官宣读9项控罪时 54岁的亨特·拜登迅速回应有罪 这项指控最高可判出17年监禁 但联邦量刑指南可能会要求缩短刑期 亨特同时面临高达135万美元的罚款 量刑定于12月16日 由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马克·斯卡锡宣判 斯卡锡由前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出任法官 这位总统之子之前就已经面临可能的牢狱之灾 这是因为他今年6月因重罪枪支指控被定罪 那次枪支案审判期间曝光了其丑陋和淫秘细节 预计税务案件的审判将展示更多可能耸人听闻的证据 以及有关亨特·拜登海外商业交易的细节 共和党人抓住这些细节 试图将拜登家族描绘成腐败分子 此外亨特还将于11月13日 及美国大选后的一周面临特拉华州的 另外一起枪支案的量刑宣判 那些指控最高可判出25年监禁 但他的刑期可能会短得多 甚至完全避免入狱 9月5日 亨特·拜登牵着妻子的手走出把院士面无表情 他无视记者的提问 乘坐一辆SUV离去 根据彭博社报道 苹果公司在即将推出的iPhone16中 批准了腾讯控股微信应用程式的更新 为苹果要求其做出调整 进行的谈判争取到更多时间 知情人士称 苹果已批准腾讯本周提交的 针对iOS生态系统的微信更新 最新版本在微信朋友圈和直播中增加了新功能 据陆媒报道 虽然事情取得了进展 但不少网友依然担忧 iPhone16系列发布后 苹果可能会继续限制微信更新 也有消息称 苹果与腾讯尚未完全达成共识 双方的博弈仍在持续 不久前 苹果微信的话题冲上了不少平台的热搜 彼时有网友发现 Apple Store上的微信已经超过两个月没有更新 苹果与腾讯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之后 Apple Store微信的新功能推波频率明显降低 不少网友担心 未来苹果手机用户或许将面临iPhone和微信二选一的局面 有报道称 苹果和微信一直存在矛盾 前者希望微信可以禁止将用户引向外部支付系统 因为这种行为可以帮助内容创作者 绕过苹果抽取的30%佣金 也就是苹果税 苹果要求腾讯屏蔽微信小游戏与外部支付服务的接口 希望腾讯阻止开发者使用平台内置聊天功能 将玩家引导到其他支付门户 从而规避向苹果支付通常约30%的提成 苹果还要求腾讯完全停用游戏内建聊天功能 但腾讯拒绝了这项要求认为太极端 之前是称虽然到目前为止腾讯仍在反对苹果的要求 但腾讯仍在跟苹果讨论 后续更新的潜在折中方案 荷兰政府9月6日公布新的出口管制规则 将扩大对艾斯摩尔芯片生产设备的出口管制 最近发布的新规适用于艾斯摩尔教旧型号 深子外庆润式光刻系统的对华出口 并将于9月7日生效 荷兰外贸与发展大臣莱奈特·克莱沃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做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安全考量 我们看到技术进步导致 与这种特定制造设备出口相关的安全风险增加 特别是在当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 艾斯摩尔随后发布声明表示 政府的最新措施标志着一种技术性变化 预计不会对艾斯摩尔在24年或更长远的财务前景产生任何影响 艾斯摩尔主要生产两种类型的芯片制造工具 即即子外EUV光刻机和深子外DUV光刻机 在美国的压力下 荷兰政府一直不允许艾斯摩尔向中国客户交付其最好的EUV光刻机 同时在23年9月开始 要求NXT2000系列和更先进的DUV工具获得出口许可 荷兰政府在9月5日最新宣布的出口管制 设计的是1970i及1980iDUV浸润式光刻系统 在9月7日生效后 艾斯摩尔对华出口这两款芯片制造工具 则需要获得荷兰政府而非美国政府的许可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